畅控中国经济失败之后 拜登政府是气急败坏 让全世界看了笑话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最近我们中国向外界传出了一个大好消息 那就是整个四月份 中国的经济数据全面向好 超出了预期 海关数据显示 这个月中国出口额同比提升了约1.5个百分点 进口额则同比增长近8.5个百分点 多家金融机构 包括麦格里资本 汇丰银行都集体站出来 表示看好中国的经济 这表明拜登对华制裁围堵 全面失效了 拜登政府过去几个月 一直唱空和做空中国的经济 现在他开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就要走上特朗普的老路了 今年四月份 耶伦访华来推销美国迈不出去的长期美国国债 结果很明显是与我们中方不关而散 中国不单没有增持美债 反而依然是遵循小步快跑的节奏 不断抛售着手里的美国国债 在那之后 美国就恼羞承诺 发起了对我们中国的新一轮贸易攻势 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评级机构 还是耶伦这种学院派出身的经济学家 都加入到了唱空中国的行列当中 中国的六家国有银行 以及多家互联网巨头 都被他们集体下调了信用评级展望 耶伦呢 更是在世界春季财长大会上 直接抛出了所谓的产能过胜论 想要拉着整个美西方围欧中国 不让中国商品出海 然而呢 4月份中国的经济数字把美国的脸那是打得啪啪的响了 这个结果让美国人是非常的难受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全球金融体系的霸主 美国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一跺脚 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得抖三抖的状态 而我们中国这一次基本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美国他就是个纸老虎 根本没办法想对付谁就对付谁 影响不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面 而美国这么声嘶力竭的唱衰中国 这样多轮的打压下来 中国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如泰山 美国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心态崩塌了 所以中国4月份的经济数据 就是在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上狠狠的踹了一脚 证据就是最近这几天 美国商务部长李蒙多 直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大放绝词 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采取极端措施 直接要切断中国生产的汽车出口 到美国的所有渠道 李蒙多这话完全就是把美国最后的遮羞布 都扯下来了丢在地上踩 要知道本届美国政府班子的 核心成员一向以建制派和技术性官僚自居 喜欢标榜自己和特朗普的不一样 在中国问题上不搞脱钩锻炼 只搞小院高墙 还要精准有效的制裁中国 但是李蒙多现在的这个威胁 已经完全是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对中国贸易战手法的老套路的翻版了 只不过如今的中美博弈形势和当年相比 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的拜登政府内有两党相斗这个优 外有巴异冲突和俄乌冲突 这两场换 就算真的自打嘴巴 重走特朗普的老路 他也没有办法真的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了 拜登现在越是急着跳脚 那美国在全世界丢的人也就越大 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聊